合併列役 我們在使用 文書處理的時候 蠻常會需要像這樣做合併列役 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頁裡面 你的 這一個 會是一個變數 一直在變 姓名、國語、數學、社會自然的分數從哪裡來 從這四算表過來 從這四算表過來 那這個過程要怎麼操作 第一個當然你要有一個四算表 一個表格 那在LibreOffice這邊比較不建議使用文書處理裡面的表格處理 因為他常常這樣子的時候 文書處理的表格會夾帶一些 不是 屬於資料庫裡面的一些語法 所以 建議至少使用 四算表 四算表或者是其他資料庫 好當我們有了這個四算表以後 那我們怎麼處理 把這去掉 好 我們在 LibreOffice這邊 蠻簡單的 我們就是要把變數插進來 插入 這邊有一個叫 FIELD的 欄位 選擇更多欄位 不是這邊 之前我們插入的這些欄位 是更多欄位 更多欄位這邊你可以把資料庫加進來 那我從再加一次給大家看 成績的 欄位 開啟舊檔 你看他這有兩個 這是舊的 這是新的 工作表 我們要插入什麼 姓名 國語 可以一次這樣插入 數學 社會 自然 我們這些欄位都要用到 把要用到一次全部插入 然後關掉 就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用SHIFT加 向左的鍵 剪下 貼上 用滑鼠也可以 貼上 好這樣你就可以擁有 這樣子的變數 最後做 合併列印就可以了 來 檔案選擇列印 他會告訴你說有資料庫位 是不是要做合併列印的 新年表彈 答案4 他告訴你 你的資料庫是長這樣 確定 然後接下來選印表記 那如果你還想調整 你就不要直接選印表記了 再來一次 檔案列印 選擇 選擇4 我要做這裡 資料庫價 這裡 我們輸出是印表機 那你也可以選擇輸出是檔案 存成一個檔案 存成 把除了表彈存成一個檔案 存成什麼檔 他問你要存在哪裡 那我們一樣存在文件裡面 好 我們存成123好了 ODT 存起來 他三份做完 那你要修改 修改後再立印的話 你就到哪裡 到 剛才我們的文件裡面 他會產生一個 123.ODT 他就會看到第1頁是 王一二 第2頁是 張德工 第3頁是李大頭 那做法就 基本上 會比在商業軟體上面 定義更明確 但是 你要知道他 運作的方式 合併列印一樣可以完成 這樣可以做很多很多 你需要做套運動作的 比方說像獎狀啦 或者其他的 各種 不同的 錶單 那最大的再叮嚀一下 盡量至少使用 Click 或者是試算表過來的 檔案 或者是資料庫 因為其他資料庫可能對一般使用者更陌生 所以這裡 用 試算表來做一個示範 而且 先來做一個示範 諸會 一個示範 我們來做一個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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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